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热销的小区 热销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此刻我背后的房子是45万 是考文锤home的房子 5个卧室 3个厕所 2个车库 是很不错的一个户型 面积大概是219平米 占地是616平方米 然后我现在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推开这个门 看一看新房子 然后大家看到了 现在这个新房子好的玻璃 和以前不是太一样 它是毛玻璃 外面又有铁栏杆一样的 这样子感觉有点造型 虽然说这个门不是双开门 但是一个门高度也还可以 显得不是特别的chip 然后我的左边是一个卧室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卧室有一个窗户 然后这边是它的洗手间 对了 一看到这个感觉 这一个门就知道 这是两个卧室共享一个厕所 那么他们有自己的两个洗脸池 然后有一个这个马桶 就是泡澡的洗澡的有一个 然后这两个房间之间有一朵墙就隔开了 比如说两个卧室共享一个洗手间 这就是跟它相邻的这间卧室 对 这个现在因为建筑成本的增加 所以现在好的房子 普通的客户都不是特别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在我的右手 这是这个洗衣房 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这是洗衣房 未来就会放洗衣机和烘干机 然后它正对着的 不用质疑大家都明白了 因为一般这个门外面有一个这个警报系统的 就是车库 那么有时候人出门都从车库出去 所以从车库一进来就会有一个这个警报 请你要设一下安全系统 给我看一眼 这个车库是两个车位的车库 这个面积也就是现在不大不小吧 不像以前的老房子 好的车库有好多多余的空间 现在这个没有太多的空间 地都有限 所以他们都是多盖房子了 这个卧室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 可以看一看 这是它的洗手间 都算是它的标配了 一个洗脸池的位置 马桶 一个浴盆 浴缸 对 是这样的 中规中矩吧 我也不想多花时间介绍这 我们继续向前走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一层啊 这个顶其实也都是比较高的 这个顶感觉一下 至少是我的一倍还要高 所以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房子的中间了 那么左边还有一个卧室 那么就是它的第几个卧室了 第四个卧室 还是有一个明亮的窗户 然后closet在这边 都属于中规中矩的 然后再往前走 一下就感觉开阔起来了 那么右手 三个大窗户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正式的正餐厅 因为现在好像越是现代的房子 越是新的房子 都比较喜欢大窗户 在这时候人们在这吃饭啊 聚餐就觉得比较亮堂啊 会觉得会舒服一些 然后整个这个客厅和厨房呢 都是通的 通透的 一通到底了 这个客厅的后面也是有四个大窗户 侧面有小窗户 所以整个感觉这个客厅呢 还是都比较明亮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的它的厨棍呢 都是这些年比较流行的灰色的厨棍 然后这个抽油烟机那么好多这个 中国人可能会喜欢一些 它不是说两用的哈 以前给大家讲了这个老美比较喜欢 抽油烟机和微波炉放在一体 其实那样子不如这个单个的 只是一个功能 这个抽油烟机这样子觉得更效果会好 然后还有楼台也都是烧气的 大家都知道德州这个气很多哈 所以气就便宜 所以现在的人更喜欢用气 不太喜欢用电的 除非没得选择 对 这个地板也都不错 这是它的pantry 一般厨房站都会有个小房间 储存一些这个食品 这样方便 拿做饭的时候方便使用 对 这边都算是中规中矩 这个位置呢 我现在站的位置 未来会放一个冰箱 对 这是冰箱的位置 然后这些台面 柜子 大家看到了 这边都是不锈钢的这个微波炉 还有烤箱 对 这都是标配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倒台哈 它有一个弧度 这边是一个圆过来的 这样的一个弧度 那么有时候家里人少的话 就不用特意弄一个什么早餐厅了 在这儿其实有个巴斯洞 高一些的椅子 坐着这个自家人吃早餐就够了 一般来客人的时候 才去正餐厅来去吃饭 这样也方便 平时方便打理 然后继续向前走 站在这个客厅看看外面 就感觉这个院子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它是有一个盆子 有个派丢 也还好了 中规中矩的 现在好多 因为这个工作也比较忙碌 好多人不是太喜欢大院子 因为有一个大院子 还要割草丫 肺神的比较多 当然了这次疫情呢 也有好多人喜欢一个大院子 为什么呢 他想种种这个蔬菜 觉得自己种的是不是更健康 有时候出门不太方便 甚至我们的那个邻居啊 最近还养起了鸡 其实这个HOA物业馆 一般小区是有规定的是不能养鸡的 但是因为他们的院子比较大 然后养鸡好像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也没有人去投诉 所以他们还在养着 有时候还会敲敲我家的门 送几个鸡蛋 觉得吃起来的确不错 那个蛋黄都特别的黄 不像我们从超市买的鸡蛋 普通的鸡蛋 感觉都是蛋黄发白一些 不是特别的鲜黄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人就是开始分流了 有人喜欢大院子 有人喜欢小院子 各有各的好 就是看自己怎么选择 我们现在马上就到主卧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经过主卧的时候 他有一个门可以先去院子 哇 进了后院了 一下觉得这个阳光晒的 暖暖的 这个有一个盆子 盆子上有风扇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风扇意义大 好像院子不是太大 这个院子不大 方方整整的 这个房子的整个地的面积 是616平方米 因为它还有房子 所以这个院子显得就不是太大 但是还行 就是阵阵方方的 我们再进去看看吧 主卧它的光线是非常好的 它这个左侧在我背后 大家可以看到有五扇窗户 所以是很亮堂的 主卧大家可以感觉到明显的这个面积 就比客卧的面积大得多 这象征一个主人 在这个整个房间里 最重要的位置了 进了它的这个洗手间 那么都是标配 它是一边一个这个洗手台 然后中间呢是一个泡澡的盆 对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洗手台 然后这里面是卫生间马桶 然后呢这边是淋浴 现在这个大家可能看到了哈 好多淋浴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台子 可以坐着洗澡 有时候就比较方便哈 人有时候疲劳了累了 坐着以后凑凑早觉得会比较舒服 对 然后这边进去呢 就是它的这个衣橱间了 进来看看怎么样 嗯 还是不错的尺寸 现在这个女主人哈 一般都比较喜欢比较大的这种厨 厨衣间 可以放各种各样的衣服 是不是 对 其实我是建议哈 即便再大也不要放太多 因为你衣服也穿不过来 还是选一些适合自己的 12斤比较好 否则将来如果搬家会觉得特别的麻烦 最近我有几个客人要卖房子 委托我们帮他们要卖 但是他就说他的朋友说 收拾房子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特别长 他说他们希望精干慢干的 希望尽快的能够搬空 所以就大家就知道哈 有时候人这个房子住久了 老家老户真的东西特别多 好了我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下总结吧 还是老三样 第一点呢就是location 就是位置 这个房子呢坐落于Richmond 其实离KT的非常近哈 几分钟十分钟以内就到达KT 然后呢他呢离一些高速公路 比如说像99号啊 West Park 投位呀 723呀 1463都是非常的近 所以还是不错的 第二点呢是condition 这是个新房子 那么我上期也介绍过考文锤的房子 那么十几年以前 这个考文锤在Riverstone的这个样板房啊 都是我卖掉的 所以跟他们合作的时间都比较长了 质量是信得过的没有问题 第三点呢是价格 这个房子是45万 这个面积呢是219平米 大概2000多平米 那么有的人可能觉得有点贵哈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去年开始材料涨价 现在这个2000多尺 也就是219平米的房子卖到45万 其实还是很正常的哈 虽然说他的小学中学高中都是8分 不是大家理想中的10分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 如果在10分的高中 是不是内选的特别厉害 孩子压力也会特别的大 所以呢 这个好多家长也都是比较明智的 比较理性的选择房子 关注金飞地产俱乐部 喜欢这里真心经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